最近天氣很冷 為了讓大家更冷 我們來講講冷笑話吧 因為我們電腦客要做影片編輯 要一點素材 要請同學講一下冷笑話 要不要做一下影片編輯的素材 來要講笑話的是誰舉手一下 第一位 開始 我一個人坐在馬桶上面 他就上廁所 結果上泡一半 然後他就沖水 然後結果他被吸進馬桶裡面了 所以你洗澡了對不對 然後他就沖進去裡面 你這個不是笑話 你這個感覺要噁心的附屍 哈哈哈哈 胖子從山上掉下來就是胖子 哈哈哈哈 你這個在罵人嗎 要問你一個 有一天一個胖子跟瘦子走在一起 胖子被電腺桿的電腺掉下來 電死了 為什麼瘦子也死了 哈哈哈哈 因為瘦子是電腺桿 為什麼 不是 因為瘦子被胖子的油給炸死了 哈哈哈哈 有 我跟他一起 你跟他一起 我以為你要比他本身是個笑話對不對 哈哈哈哈 來 你跟他一起 他說 隔天小明考試完 回家後 媽媽就問他說 你今天考試考幾分 你要我誠實還是誠實 廢話當然是誠實啊 我考一百分 你跟我說你考一百分 怎麼只有考十 蛤 阿臉不是叫我誠實 哈哈哈哈 笑點就是要乘以十倍就對了是不是 啊 換這位 很久以前 有一百個人在廁所裡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都跟廁所拿紅的關係 哈哈哈哈 我在上廁所 我先問第一件事 哪裡廁所這麼大間 有一百個人可以進去 五百塊錢太臭 然後有一個人 變態 看人家屁股 還看人家大口 哈哈哈哈 是變態的故事 還是笑話 變態的故事 姚美回家 媽媽問他 你考幾分 他說他考九分 然後媽媽說 你考九分 媽媽說 停你是考二十九分 還要九分 然後他說九分 是不是媽媽聽錯了 再問一次 你考幾分 他說九分 然後媽媽說 啊 三十九分 還可以 回家就認證讀書 把你一個月過頭 媽媽是有問題的 哈哈哈哈 然後結局 我聽 我就是有分 丁丸想吃什麼 他說雞腿 哈哈哈哈 好笑嗎 好笑 好笑嗎 好哭嗎 啊 啊 現在後來是要掌握 極瘦 這個節奏太慢了 再快一點點 來開始 有一天 有一個爸爸 去帶一個末竹 電話 我告訴你 你的孩子在我這裡 你要說你跟你外 我要你打外來 安清班老師 那個陌生人是安清班老師 大家以為是綁匪打來的 但是其實安清班老師打來 你到底要不要揭曉 你的意思是不是 有一天 小子帶著皮卡丘去買車 電源問他 你的預算是多少 預算 你的預算是多少 小子就說 嗯 10萬 然後 電源就說 那什麼車的品牌 然後 小子就說 福特 電源就說 嗯 10萬福特 然後 電源就被電 電源就被電了 拼完之後 覺得突然熱起來了 真的有一點冷笑話 對不對 好 好 OK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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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